今天我们打算从泰塔温出花回到苏诗古城 苏诗离泰塔温全程的距离是405公里 虽然不是很远 可是因为交通不方便 所以这将会是一整天的行程 从泰塔温到加贝斯的距离是127公里 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抵达了加贝斯的火车站 加贝斯的共乘计程车站离火车站有一段距离 所以要跟司机讲说你想去火车站 他就会在离火车站最近的地方让你下车 下车之后需要再走20分钟左右 就可抵达加贝斯的火车站 我们今天从泰塔温 然后来到这个Gabiz 然后现在要坐火车 去Sauce 这里大概是这列火车的中站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 土尼西亚人很不注重环境卫生 四处都乱丢垃圾 你看看铁轨旁边 还有一大堆的垃圾 四处都是 从加贝斯转达火车去舒适 所以花上更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蛮喜欢坐火车 不然的话事实上是可以从泰塔温直接搭共乘计程车去到舒适 不过坐火车会比较舒服 因为共乘计程车通常空间都比较小比较挤 加贝斯到舒适的距离是280公里 火车开了5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抵达了舒适 会回到舒适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发现在土尼西亚旅行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共乘计程车 所以把大城市当作基地 用当天晚返的旅游方法 惠平拿着背包 背到哪 住到哪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的去玩 去住会比较方便 比较简单 也比较便宜 毕竟土尼西亚大城市的共乘计程车 几乎你想去哪里都有车 就算是没有直达的 也可以转程 间接地抵达所有你想去的目的地 而且有的共乘计程车比较小台 后面的行李箱几乎是没有空间了 所以搭共乘计程车处理背包的问题 会比较麻烦 比较难处理 我再拿着我照了 每次来到苏诗 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我们都会来到这间 Cafe Maritime 便宜又浓厚的咖啡 2块美金 你就可以享受到 超级的地中海海景 沿着海岸线往左边走 苏诗最有名的观光饭店 都在那边 一出门 就踩上沙滩的那一种 Hotel Paris 这我们很推荐的一间旅馆 每晚的住宿费是15块美金 房间不是很大 可是带有冷气 所以住起来非常的舒服 把这间旅馆当成是一个转程基地 是个不错的idea 就算你住了10天 了不起也是150块美金而已 非常便宜 而且就在古城墙的入口处 非常的方便 好 休息了 在苏诗有条室外捷运 非常的新 从Hotel Paris出来后 沿着港口的方向 步行约10分钟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条室外捷运的总站 Bab Jedid Station 在图尼西亚 绝大部分的火车都很老旧 为什么这条有这么新的电力捷运呢 原来它有连接两个重要的城市 Monastir 还有Marzia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抵达了Monastir Monastir是图尼西亚中部海岸的一座城市 位于苏诗以南约20公里 离首都图尼西亚以南162公里 Monastir从古至今都是一座渔港 它的历史可追溯到菲尼西时代旧有的古城 如今它是一个图尼西亚中部主要的海滨度假圣地 欧洲人来此度假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拥有美丽的沙滩 美丽的太阳 再加上深蓝色的地中海 我们来此一游最主要的目的 则是为了看一个陵墓 从Monastir火车站出来以后 不用走多久就可以到古城区的旧城墙 这个旧城区的美丽纳 其实已经蛮商业化了 大部分都在做观光客的生意 随便逛逛还是蛮有意思的 在Monastir几乎所有重要的地标 都是用前总统的名字来称呼的 比如说最主要的道路就称为布尔吉巴大道 大清真寺则叫做布尔吉巴清真寺 最主要的公园广场也称为布尔吉巴广场 我们现在就站在布尔吉巴清真寺的前面 对面就是布尔吉巴广场 布尔吉巴广场的另外一边 有一条两旁种满三天大树的人行道 宽敞的人行道上铺满有点像波浪型的地砖 非常的特别 这里还有个穆斯林建筑风格的 杰克良亭 这条大道一直走到底 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土尼西亚第一位总统布尔吉巴的陵墓 布尔吉巴陵墓是纪念独立之父 Abibi Borigiba的陵墓 出生于Monastir 从法国独立后的土尼西亚 第一任总统布尔吉巴 出生于祖后1903年 去世于2000年 享年84岁 陵墓建于祖后1963年 当时布尔吉巴还活着 陵墓采用现代伊斯兰的穆斯林建筑风格 金灵碑的结构让人想起一座美丽的清真寺 它位于Monastir主要公墓 City Mazzari的西边 陵墓两侧有两个25公尺的高耸大理石尖塔 正中间的建筑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色圆顶 布尔吉巴生前带领着土尼西亚 从法国走向独立建立起国父的形象 尽管他老了之后变得越来越专制 在1975年他把宪法改成并且当选为终身总统 不过在1987年的时候 他被罢免下台 当时他已经是一位71岁的人了 在统治了这个国家30年之后 新政权将他限制并软禁在Monastir的家中 直到祖后2000年他在家中去世 然后被安葬在此地 这里一共有两层楼 每一层楼都盖了许多半圆形的内凹拱形背康 还有许多大理石的柱子 布尔吉巴总统的遗体被精心保存在一个八角形的白色大理石石棺内 大厅旁边有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里面陈列着布尔吉巴总统生前的一些个人物品 在布尔吉巴广场对面就是Monastir古防御城堡 这些防御城堡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够建立一系列的防御措施 来防御从海上来的敌人 比如说他曾经抵挡过败战亭舰队的进攻 Monastir也曾在1970年代抛过纳萨热人耶稣这部片 灌完这些主要的景点之后 我们现在就坐在古城墙上 在我的左手边盖了非常多的旅馆公寓 那边的游客大部分都是来享受这边的阳光沙滩 在我的正前方就是地中海 无论你是从欧洲那边或是从北非这边看过去 其实地中海就是美就是蓝 来这边大部分的观光客就住在眼前这一大片的公寓大楼 今天Monastir是个海滨度假圣地 拥有土尼西亚一些最著名的海滩 假如纯粹是来度假休息的朋友们 可以在Monastir度过一个不错的假期 我们现在又回到Monastir火车站 准备前往Martir 西亚的电车 马克迪亚离这边差不多45公里 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就抵达了Martir Martir距离土尼西约200公里 它位于一个狭窄的岩石半岛上 该阵的名字来源于马赫迪 马赫迪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被正确引导的人 马赫迪是法蒂玛皇朝的开国君王 他于祖后912年建立了该阵 并于那年将其定为王朝的首都 这个伟大的王朝后来统治了埃及和叙利亚几百年之久 从火车站下来之后需要走一小段路才能到Medina 会经过这个港口大部分都是中小型的渔船 看起来这些渔船绝大多数都是在地中海捕鱼 这些渔船跟巴西还有台湾比都非常的便宜 是一个保留不错的原始传统小城市 这个巨大的大城门顶部是一座雄伟的塔楼 它曾经是皇宫城堡的入口 令人回想起它辉煌的过去 它是伟大的法蒂玛皇朝的第一个首都 经过这条狭长的入口通道 通过了城门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古城区Medina 古城区是这座中世纪城堡的一部分 漫步在老城区内是一大享受 它是一个露天市场 狭窄的街道两旁 有许多传统的老房子 它也拥有第一座建于十字纪的 法蒂玛清真室 传统的老房子 墙角 三不五时会出现一些类似天主教的小圆柱 漫步在古城区内 你会发现突然间时间停住了 感觉就好像回到几百年前 我们找到了一间不错吃的餐厅 Shades Nimes非常推荐 又好吃又便宜 由于这里是海港 我们就叫了一条鱼和一块鸡腿 吃完中饭之后 我们就走到了 马蒂亚半岛最漂亮的地方 也就是非洲海角大道 沿着这条路的海岸线 一边是深蓝色的地中海 另外一边盖满了密密麻麻的白色小房子 紧贴着海岸线 今天很奇怪 岸边有许多黑色的小叶子 不知道是从哪里飘来的 这里实在是很美 唯一的缺点就是 本地人随地乱丢垃圾 所以除了许多小叶子之外 也有很多垃圾在岸边飘呀飘的 我常常认为 生态环境不只是有钱的欧洲国家提倡就够了 这些北非的国家非常的穷 人们大部分也不注重环境卫生 北非的垃圾一定会飘进地中海 也一定会飘到对岸的欧洲 相信有钱的国家必须多出点钱 出点力或是提供更多的基金来帮助提高第三世界人民的教育水准 如此全世界的生态环境才会有所进步 毕竟现在的生态环境都是全球化 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的距离 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遥远 有两三艘渔船就停靠在地中海的岸边 真是别有一番风情啊 这是一座16世纪末的奥特摩堡垒 也称为卡斯巴 位于前法帝马宫殿的遗址上 被认为是奥特摩帝国军事建筑中最好的标本之一 可是现在是下午4点多 刚好是天气最热的时候 排城墙不是一个很好的idea 就下次吧 在外面看看就好了 我们现在在古城区 美丁娜的开罗广场 开罗广场种满了无花果树 无花果树的旁边就是Cafe El Medina 它是这个小镇最古老的咖啡厅 除了能够在无花果树下面 很清幽的享受咖啡之外 还可以体验一下土尼西亚古老的咖啡厅里面的布置 非常的古典 很推荐朋友们来此一游的时候 稍微停下脚步来品尝 来欣赏这间非常不错的咖啡厅 就在我们要坐电车回舒适的时候 有一群年轻人非常的好奇 叫我过去跟他们合照 聊天以后发现 这群年轻人非常的有抱负 他们都是未来土尼西亚的栋梁 希望上帝能保守他们 并祝福他们未来的人生 沿着这条电车回舒适的时候 会经过莫纳斯提尔大烟湖 黄昏的太阳就反映在这美丽的烟湖里 感谢上帝在我们背包旅行的时候 能够看到这么多不同的风景 体验人生是没有任何代价可以代替的 感谢上帝我们的见识 感谢上帝也 competitive 感谢上帝 我们下车还在身边 太阳 produits 再订阅 太阳 我们下车 表装 隨著電車上的廣播 就算是聽不懂阿拉伯文 我們也知道舒適站已經快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